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COVID-19疫情的关系 我想不管是社会部门 工部门或经济部门 各式各样的活动都在积极的数位化 学习的方式也就更加多元 当然自学并不是单独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就能够完成的工作 我们需要有很多有共同兴趣共同价值的伙伴才能够一起学习 举例来说我觉得互相聆听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就学会的技能 透过深度的聆听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不管线上还是线下才能够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人文的学习过程 大家在自学的路上我想都需要互相分享经验 我也是这样 10月5号我们在国家图书馆跟王云武基金会会一起来聊聊自学 数位转型还有任何你想要讨论的问题 在你錢里 在旋董